继续从新闻驾驾驶来明昌昌 明昌大驾抽水站随时运作正常 但台湾民众是烦恼的饮水 因为抽水站既然摆下到百分之十五的水量 其他的百分之八十五 必须要靠到缩风度来饮流 但不仅缩风度只做好一半 民众只好基础 好迈就收集 今天我们好用第五好参举 加快到缩风度的建设 就算说明昌大驾抽水站已经设定 完毕举车运作正常 但台湾民众又是提心吊大 因为三年前的百分之八 民众大驾是饮水饮到很严重 98年的百分之八水災就是一个议题 民众的驾就是抽水站 这个人摆下到百分之十五的水量 其他的百分之八十五 是必须靠到缩风度来饮流 但缩风度因为土地争修问题 到现在也不做好 到处时才的管理政策定法官 因为当面不是好叫地国好参举 过今加快卡布 土地争修设计的效果是 像我们这边缩水而已 今天八十五%就是要用缩风度来 山顶来的水就是用缩风度来分掉 土地主要是地主 抗争协调的问题 因为刚好要征收的时候 去年刚好碰到总统选举 马总统有讲到说将来要以四地 市价征收所以地主就有抗争 那现在我们已经协调完毕 那可是现在 这个现在在征收 办理征收在施工 大概也要等到明年 我们现在就是要继续老天爷 今年的火水不要太大 火水如果不太大 我们的土地争修设计 一万能够发挥那个功效 就是当时土地争修 对着地主来控制 人家走行就收红的感谢安董 你若顺利 收红都必须等到明年才会做好 但在港并一堂 并将的赛马资产安全 就再处守威华 现在这个基础 好不要落太急 也不要落太多 这一新闻打卡法库 邀逢民兴兴兴 蔡宏博德